过别三年 柔佛古庙游神活动终于有望 在今年全面恢复以往的规模 柔佛州政府今天也让好事成双 宣布拨款20万令吉 作为支持华社游神活动的一封大红包 柔佛州大臣纳都温咖啡兹今早 在新山中华工会团拜活动致辞时表示 这是州政府对工会乃至对华裔先贤 贡献社会的一种肯定 新山中华工会对此深感表机 但也希望州政府能够加大支持力度 为正林山中华一山拨出至少30英亩土地 因为现有的埋葬土地已经饱和